全油管最快新闻 3月14日打假博主爆料称 沈阳和平抗风红中一门诊部 售卖的活络止痛完 剪出四种吸药成分 门诊部负责人称产品正规 并称打假人涉恶性竞争 监管部门已开始行动调查进行中 打假人要求企业退一赔时 负责人否认涉事产品中含有吸药成分 争议继续发酵 待进一步调查结果出炉 愿消费者权益得到维护打击假药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士